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让我们看看今天请到的四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一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吧 各位请看 他总是管着我 总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 我明明是为他好 可他总是埋怨我 他特别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说的做的都没错 他总说我做的不对 让我改 但我觉得我做的没问题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马先生34岁来自重庆 私营业股 杨女士26岁来自重庆 微商 欢迎两位啊 再婚家庭是吧 各自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是吧 对 是的 你们俩有孩子吗 没有 我们俩没有 结婚多久了 一年 我现在就特别地受不了她 就她会老是打着为我好的名义 就安排着我的生活工作 就让我做我不愿意的事情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的工作啊 她就觉得我社交能力特别地差 然后又不散言辞什么的 然后她就让我去我们那大型批发市场 然后接触人多嘛 就非让我去那里上班 然后我就特别地不愿意 其实我也不是说非要她去那里上班 我就说因为她平时社交能力比较差 然后她没什么朋友 然后我就想她多出去接触一下人 然后其实也是为她好 让她拓宽一下她自己的见识啊 各方面的 她这个职业上面写的是微商 应该社交能力还可以啊 要不然怎么做呢 我是那种就是说只要不面对面 你让我就是说我要熟了我可以 但是你让我去跟陌生的人 然后刚开始接触 我就觉得我很害羞 她就觉得我这方面特别地差 她也让我别交她的朋友 我觉得我跟人家都没有共同语言 人家聊天聊着聊着 我就突然一下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我就卡壳了 我就特别地尴尬 然后她就非要让我去 这为啥呀 因为第一我觉得我们现在结婚了嘛 然后你肯定要融入我的圈子 跟我身边的朋友多聊聊 也是有助于她的见识啊 或者说很多她不懂的地方 因为她毕竟年龄还小 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让你很不舒服 对我不开心 这是第一个不满 还有别的不满吗 那她就婚前婚后的变化特别地大 哪有特别大 以前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身体不是特别好吗 然后她每天都会给我冲一杯那个红糖水 现在没有啊 红糖水呢 赵老师这个事情 你听一下哈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每天那个时候我觉得她身体差 然后我就 因为之前我朋友喝过那个一个红糖水 她反馈挺好 然后我就给她买了回来之后 每天找她冲给她 就每天给她冲好之后 我要叫她三四遍 然后才肯喝 而且都不喝完 就剩一半在那里剩的 那我觉得感觉就像我逼她喝一样 然后就像喝毒药一样 那我不都是为了想你身体好吗 那我这样还反倒闹得你不开心 那我就觉得没意义了嘛 你不领情 那我还这么坚持干什么呢 我是不喝吗 她每次就弄很大一杯 我只剩了那么一点点 而且这个事情是你一直在叫我坚持的 我自己能坚持的 我要你干嘛呢 那你应该督促着我呀 对不对 你一开始做不到 你就不要说这些话呀 她当时承诺过你什么呢 她当时还承诺过说 不让我做饭 不让我进厨房 四十岁之前不让我进厨房 她说油烟就会促进女孩子皮肤摔了嘛 那现在我不做饭 她也会生气呀 那我也确实没让她进厨房 但是那个时候 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时她也在工作 然后我觉得女孩子嘛 她也小 然后确实年轻 你长期进厨房也不好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四十岁以前 不让你进厨房 但是后来的那段时间 她不是没工作嘛 就在家里 然后我天天上了班 五六点钟回到家里之后 看到她躺在床上玩手机 我虽然说是不叫你进去 但是你也可以主动试着 做一下饭 说什么的 哎 老公你回来了 吃个饭 那我心里也会很舒服啊 她这样子我就 有时候可能心里面觉得 挺难过的 那她还说 一个星期带我吃一次好吃的 我没吃过的 也没带啊 说一连带我出去玩几次 也没有啊 哦 说吃的 每次我带她出去吃个东西吧 然后到商场里边 特别多吃的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想吃什么呀 随便 我说那行 我们就吃这个吧 我不想吃这个 你这个随便 那不就等于是 让我在猜你 想吃什么吗 嗯 我也不可能 真的就能完全猜到 那我没有吃过呀 我好多东西都没有吃过 那我不说随便 我说什么呢 那你没吃过 我说吃这个 那你试一下 你带的那个东西 挺贵的呀 我觉得 那你没吃过 你哪怕贵 你吃了 你才知道好不好吃啊 那我觉得挺贵呀 我们之间 不用去吃那么贵的东西 对不对 他不带你去吃 你说他不兑现承诺 他给你带回来了 你用钱贵 你想要说他怎么做 你给他个明示 我就觉得 你带我吃一点 不美价廉的东西吗 就没吃过的 那很贵的东西 就不是我们这种 能进去的那种 我觉得就没必要 那也是为我们 这个家着想呀 说白了是 不合心思 不合心意 是吧 是吧 主持人 我答应过他 就以后 经常会带他出去玩嘛 然后有一次 我带他去玩 因为周末就两天休息 周五晚上 我就凌晨两点钟 出发开车 从那个重庆开到成都 然后开了 接近六个小时 到早上七八点钟才到 然后玩了 玩了之后 当天第一天还好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说好了 早一点去那个 额蜜山金顶嘛 他都好 第二天早上死活 不起床 我叫了一个小时 不起床 那没办法 我想着你都不起床 说明你不想去嘛 那我就自己去了呗 去了回来倒好 跟我发火 其实第一天 玩得挺好 第二天去那个 额蜜山金顶的时候 我不起床是怎么回事 头天晚上 我们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我带着情绪在睡觉 第二天他叫我起床 我肯定不怎么想起 我就想让他来哄我一下 结果他倒好 用矿角水 洒我一身的水 那你说我还去嘛 我还有心思玩嘛 怎么可能一身水 就那么剩了那么几滴 我拿在手上 撒在身上 那也是凉的呀 那冰凉 那你怎么叫都不起床 那怎么办 所以你就用这种方法 用水叫起床是吧 就我用了一点点 然后这样 丢在身上 我就摘不起来 我就用水泼里了 然后就这样子 好 这也是问题是吧 还有问题吗 就他特别地喜欢 看美女啊 就当着我的面 他一点都不考虑 我的感受 这女孩子他就看 就当着我面看 我承认我也看 但是我不是光看女孩子 就男孩子我也看 包括身边的一些事物 你看他总有他的理由 他的借口 我比较喜欢观察事物 就包括今天 赵老师穿着什么 戴着什么颜色眼镜 我都看 并不是我只看女孩子 对不对 但是他就认为 我是喜欢看美女 他就不信任我 他的异性朋友特别地多 身边美女如云 有一次他的异性朋友 晚上11点多 给他打电话 叫他去喝酒 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喝到凌晨四五点才回来 那我不是接电话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那个朋友 我都两三年没见了嘛 然后才到重庆 第一时间就跟我说 因为他也知道我结婚了 然后就说 带上你老婆出来 我们一起见见面喝喝酒 我说那行 我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之后我就说 你跟我一起去呗 他就不去 那我想着 他可能觉得不喜欢 他本来就有点色恐 然后我说那行吧 那你在家休息嘛 然后我去 你又变成我色恐 然后我就去了 他当时邀请你了 他是挂了电话之后 他那不是商量 他那是通知 命令 所以自己不舒服 然后我不去 他就觉得 我身为他老婆 我应该跟他一起去 你怎么不觉得 天那么冷 11点多了去 那你喝到凌晨四五点 你知道还有个家吗 你还有个老婆在家吗 也不是经常啊 就那么一两次 就那么一两次 你就喝得那么晚 还有一次 很晚了 我打电话过去 是代价接的 代价说 他说他已经喝得 在车里睡着了 让我去哪个车库接他 然后我又不知道 是哪个车库 我就满天满地的找 然后给他亲人家里面 打电话 到处找 找不到 你那是担心我吗 你是在怀疑我 我怎么就怀疑你 你说多危险啊 你说万一 人家现在在车里 睡着了 窒息的那么多 是不是 我肯定是担心啊 那你都找不到我 我的家人能找到我吗 你打电话问我家人 那是什么意思吗 那万一他们知道 你在哪里呢 你都不知道 我最亲的人都不知道 其他人会知道吗 代价应该告诉你位置的呀 他告诉我哪个车库 但是我找不到 我不是那的人 我嫁到他们那里去 我不是他们那里的人 对 行 还有什么让您婚后 觉得特别扭不舒服的呢 还有就是挺严重的 我觉得这个 就他每次去接 他小孩的时候 他回来总要跟我 讲述他小孩 和他妈妈相处的过程 然后这次跟我说的 他说他们手牵手 然后他小孩让他复婚 怎么怎么的 你回来你这样说 你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就感觉你这不是在刺激我吗 你图什么呢 哎呦我们手牵手 是这样子 因为小孩子嘛 他享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然后他可能那个时候 不太清楚 我已经再结婚了 然后就一边拉着我的手 一边拉着他妈妈的手 就说爸妈妈 你们什么时候 可以陪我一起玩 怎么样 其实我回来给他讲 我也是想让他知道 我不会怎么样 就是什么事 我会告诉你 我不会隐瞒你 包括我当时就给小孩说了 我说 我说女儿 我说爸爸现在已经在结婚了 我说现在爸爸和妈妈 不可能再在一起 但是我们会像以前一样 那么爱你 我当时回来就跟他说 然后他也跟我发火 但是家里面的客厅房间 都是他前任的照片 那你这怎么解释呢 前期的照片 那个我都不知道 那里有 以前我妈 她们住在家里面 然后可能以前 家里面的合照啊 什么的放在家里面 柜子里啊那些 她可能收拾家的时候 就把那些照片找出来 我都不知道那些照片有 那现在这些照片 怎么处理了呢 那些照片该放回原位的 还是放回原位了 还是在那里 因为有小孩 上面不是单人 或者我们两个合照 都没有 就是我们家里面 人的合照这种 我们就不可能扔它 就放在柜子里 反正我听到这儿 我就问几个问题好吧 您的孩子 现在多久见一次啊 我是因为各种原因 见不了 不让您见是吧 各种原因 好吧 您是多久见一次孩子 我见的时间比较少 行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方便说就说啊 您是因为什么分手的 一的 家暴 家暴啊 对 那是要跑 您呢 我们俩是觉得 真的没办法 再在一起生活 然后家里面人嘛 都劝我就觉得 为了小孩怎么怎么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自我的一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 我如果说为了小孩 勉强跟我前妻 继续生活 小孩天天在这种 环境里面长大 他其实不一定会 真正地开心 行 就是过不到一起 是吧 对 所以说最后绝对离婚 我再问啊 就是你们俩会打算 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 其实有打算过 但是羡慕前可能还是 暂时不考虑 对 行 夫妻俩讲了很多 生活细节和琐碎的事情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 特别像 恋爱后期的这个人 不像在婚姻当中 或者曾经经历过一些 情感创伤的人 处理问题的方式 好奇怪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想让老师帮我一下 就是我前段时间 还翻出来 他跟他前任女朋友的 所有就是电影票 飞机票 各种的回忆 我就特别地 心里面特别地难受 这些回忆 你是留着干嘛呢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对吧 其实真的 我就觉得他好像 老是忘不掉过去 走不出以前 我现在一心一死 我的世界里都是你 而他呢 我就感觉 我只是那么一小部分 咱们这么说吧 在他的世界里面 你更介意的是他的回忆 还是说在他的世界里 除了回忆还有其他人 我觉得我都介意 就现在在他的世界里 除了回忆之外 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吧 应该 那你现在相信他吗 你信任这个男人吗 我信任 你相信他 对 OK 好 结婚一年 当时想娶她 是为什么想娶呢 当时我看着她 我觉得我面前这个女孩 就是我想要找的 那个女孩 跟她聊天 对于感情的一些 见解这些 我觉得是跟我不模而合的 然后很多问题 再加上她 感觉就是说 还是有一些 可能让我感觉到 想怜悯她嘛 就有些地方 可能她以往的一些经历 可能有点 可能有点可怜 就是说那种被家暴啊 这些情况 所以说也是一部分原因 主要原因 其实还是觉得 我觉得她跟我很多 对于感情的一些看法 会不模而合 但是嫁给她什么理由 我觉得她这个人很正直啊 就对我很好啊 就很体贴 就很细致的一个男人 你现在这个微商 是坐着玩啊 还是真的把它当一项工作呀 当工作啊 当工作 她微信里边都没多少人 那也是我慢慢来的呀 我现在就喜欢做这个呀 那你让我去做那些工作 那我做不到 我心里不开心 我也不会好好做呀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 我以前就是在酒吧上班 除了做微商之外 您觉得您还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我接触的东西也不多 我以前在酒吧上班的时候 也是后班人员 然后更早以前 你在酒吧里做什么 就后勤工作啊 就上酒啊那些 然后更早以前 就是在厂里面上班 就相当于来说 就像她说的 我就是没有接触过什么 更多的东西 你让我 你一下问我真的 我真的想做什么 就像她每次问我 你究竟想做什么 但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我现在挺好 你应该步入社会很早 对 结婚也应该很早 对 小嘛 出社会早嘛 小嘛 年纪小那时候不懂事 明白 那你是爱她多呢 还是怜悯和同情多呢 你想拯救一个人的色彩 是不是很多呀 爱她多 因为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的改变相当的大 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因为我其实以前 算是一个 比较爱贪玩的一个男孩 然后跟她在一起之后 其实真的 我的圈子啊 这些都已经发生很大的感觉 你的意思是 她让你定心了是吧 对 你有没有给她做人生规划 有一些初步的一些 但是她都不会接受 你说说 比如说因为那个时候 我让她去做那个批发服装嘛 因为当时我觉得 第一 她的社交网比较差 所以说我就跟她说 你首先先去外面 多跟人接触一下 你给她选择服装批发 是因为服装批发那儿有朋友 还是你觉得她适合 不 其实她适合 因为做这个行业 她不是说去卖服装 她只需要站到那个地方 穿好人家的衣服打板 穿上身 然后让人家看 人家觉得 她穿上这个衣服好看 也许就会买 其实只是让她 锻炼她的胆量 然后锻炼她的不怕身的肉 然后下一步 你想让她干嘛呢 然后我想的是 做这个东西说白了 你如果说时间长了之后 你对这一行熟悉了 我们可以自己搞 行 那理解了 妻子的抱怨是说 我的先生老想改变我 对吧 对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说说你 说说你理想的婚姻 是什么样的 至少征求我的意见 尊重我 我要求被尊重 这大概是妻子想要的 对吧 对 那对你来说 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信任 那明白了 丈夫觉得 现在婚姻里面 缺少的信任 妻子觉得 在现在的婚姻里面 缺少被尊重 对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看你们的问题 好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你俩为啥要再婚 你们两个人在讲述你们的感情故事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脑海当中一时在盘旋这一个问题 为啥要再婚 为啥呢 你俩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困惑吗 嗯 我们俩结婚 其实真的不是说一时冲动 但是在家人面前或者朋友看来都觉得好像我们是一时冲动 而且当时我们结婚还是被这父母悄悄解的 两个人都各自经历过一段婚姻 但是在上一段婚姻当中 你们完全也没搞明白婚姻的意义在哪里 就稀里糊涂的结 稀里糊涂的离 然后又稀里糊涂的再婚 两个人还都是为人父母 你说你年纪小 那个时候不懂事 就嫁了 然后生了孩子 26岁了 现在还拿年纪小说事吗 我觉得对于自己人生负责任 这个态度它不在于你年龄的大小 而在于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人生 还是拿那个谈恋爱的那一套标准在要求 一个男人对自己如何如何 你看你婚前对我怎么样 结婚后现在就这样了 你经历过这么多 你难道还看不清楚真相吗 如果你拿承诺去衡量一个男人 对你怎么样的话 那没有一个男人合格的 所以为什么还要拿这些虚动东西来欺骗自己呢 然后我为什么说你荒唐 其实刚才赵春老师问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说你爱他多一点 还是激起了你的保护欲 我觉得你就是一种救赎的心态 你觉得这个女孩挺可怜的 你应该能够挽救他 所以你在跟他结婚之后你要改变他 可是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呢 你怎么能改变得了他呢 所以我说你们两个人就是荒唐嘛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已经是为人父母了 咱们就应该做一个成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做的选择 对自己的人生要负责任 我觉得你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别到最后再搞出一个孩子 然后再对这个孩子不负责任 女生刚才说就是主持人问你想要的婚姻是什么样子 你说我想要的是被尊重 男生说我想要的婚姻是被信任 但你们两个都没有说实话 女生你不是要尊重 你是要尊宠 就是她要无限地宠溺你 既要给你提供经济上的保障 也要在日常的行为言行当中 对你百般呵护 把你当成小公主 男生也要你娶她为什么 年轻漂亮不爱社交 老实本分好管理 你是真的有多爱她吗 你们在婚前完完全全就不了解彼此 不是因为深爱而结合 结婚以后发现不是那个样子 她不像结婚前跟我承诺那么宠溺我 所以你既然选择嫁给了她女生 你就要去在婚姻当中不断地成长 一个人拥有生活技能 会做饭打理家务去赚钱 难道不是我们自身的价值吗 她说好听地给你 你欣然接受 知道我老公有这份心意 想要爱护我 但我要保持清醒 我做的事情是不断地成长 让自己闪光 现在她刚和你结婚一年 还能宽容地包容你 时间久了 她真的会看不上你 男生也是啊 你说她不信任你吗 你太了解她 她就嘴上较较 她好信任你啊 她不信任你会跑这么远嫁给你 她无非是拿那些小事摆个照片吧 什么留个微信吧 求得你的关注 你所希望的不就是她能够独立起来 不要拖你的后腿 帮你把日子过得更好 但你又在婚后做了什么呢 你考虑过仙人的感受吗 她看到你前妻照片 她就生气 她想到你们手牵手 她就怒火中烧 醋意十足 既然稀里糊涂走到一起了 拜托你们二婚也不易 咱认真地去理解一下对方 读懂一下对方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努力 审视这段婚姻 继续再认真地经营下去 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多一些磨合 谢谢 我倒觉得是真爱 我也是觉得特别爱 还是真爱 真爱有两种 你们是属于第一种 建立在盲目之上的真爱 对 就是你们 彼此没有看清楚 对方就爱上了 这个爱我是承认是有的 但是你喜欢的那个人 恰恰是 因为你对他的未知 而产生出来的幻想 就是我们有时候相爱 其实我并不了解这个人 我不了解这个人 但是我看到这个人 我未知那部分 我产生了幻想 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好 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弱小 他需要被保护 他像一张白纸一样 他很可怜 这是因为你对他的未知 而产生的幻想 其实不是的 他站在台上 一小会儿就看出来了 他不是弱小 他是空洞和贫乏 但他内心依然是有执拗的 他内心不弱小 他内心甚至可以看出来 是有些强大的 是有坚持的 只是空洞和贫乏 而空洞和贫乏 加上是你不能接受的 你老说他社交 跟社交没关系 你就觉得他太贫乏了 你受不了 所以你要改变他 安排这个 安排那个 感觉你好像能改变他 又发现他改变不了 你了解他吗 同样的你也不了解他 你觉得你看这个男人 看着挺靠谱的 很成熟 说好要保护 要照顾 那是你幻想出来的 他有什么照顾能力 跟你说一个简单道理 就明白了 你买一二手包 人是不是还得清洗干净 快递给你 他自己家里面 连张照片都不收起来 他有什么照顾能力 所以你们是真爱 但你们这个真爱 完全是建立在 盲目之上的 当你们因为位置 而产生的幻想破灭 现在变成已知 你终于看到他贫乏了 他也终于看到 你其实不太会照顾人 而且老爱管人 而且所有的情感连接中的关系 你都要管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才是我们要不要考虑 进入第二种真爱的关键节点 第二种真爱 叫基于理解和了解的基础上的真爱 这种真爱 是我看清楚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然后我们可以来协调 我们可以来协商 如何让我们的这段亲密关系 变成一种我们两个人都能接受的亲密关系 说白了 说穿了 一开始的那个盲目阶段 走到这个地方已经走不下去了 靠盲目 这条路已经不通了 这个时候你们要么就开拓出一条新路来 要么就真的只能离第二次的婚 就这样 你们的相爱是场误会 就是肯定在最早约会的时候 你带他吃什么 他都会好开心 并且觉得天哪 你对我这么好 带我吃这么贵的东西 你一定是很爱我吧 你就以为这个女生 真的是喜欢你替他安排一切了 然后等结了婚了以后 他会立刻变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就是他的 你等于要让他花自己的钱 去过他不认同的消费 懂这个逻辑了吧 以前是花你的钱 去他原本不愿意的消费 但别人请客我可以 但一旦变成自己的钱了以后 我们要花出去去完成这么昂贵的消费 他不乐意 为什么不乐意 因为他的认知审美跟你是有差异的 你怎么以为你可以拯救一个这样的姑娘呢 更何况他不需要人拯救 他有他自己的活法 你居然想把他打造成自己心中的那一个女人 他做不到的 有一部分我是同意陆琪老师的 我觉得爱嘛肯定是爱的 就是爱的可能比较盲目 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就应该往前走 女生真的要做大的改变 多了一些幻想吧 现在开始过日子了 你身上有很多东西要改 他身上也有一些东西要改变 帮一个人也要说清楚 你不能有那种心理上的优势了 你要做改变 你也得做改变 剩下那六十秒想说一些什么 就说一些什么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婆 其实刚才老师说的很多东西 让我觉得也许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 但是有些东西就像他们说的 我们可能在一起是很盲目的 然后没有考虑清楚的 我觉得有这么一点原因 但是我希望我们既然在一起了 我们可以努力 是我可能你觉得我对你没以前好 但是其实我是真的全心全意在想着为你 希望有时候你可能多一点理解我 还有就是真的多一点信任给我 我没有任何一点的其他想法 希望相信我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预测结局 都会出来的 希望他们这一段情感 因为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他们冷静下来 更好地去磨合 向一个好方向去走 来吧看看他们夫妻做何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我就特别想跟你们说 你们得加油你知道吧 因为你们婚姻里面临那么多的问题 两个人还曾经都有过一个孩子 你们加油好不好 一起来建筑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啊加油 希望这是他们人生的一次改变 真诚而努力地面对生活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总是想一出事一出 还怪我不支持他 他总是不相信我 处处打扰我 我做什么都不对 他总是找各种借口 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既然这么瞧不上我 干嘛还要和我结婚呢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刘先生34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 周女士32岁来自重庆护士 欢迎两位啊 结婚多少年啊 九年多了 有玩没玩啊 有啊两个 男娃女娃 龙凤胎 厉害厉害厉害 你看他们羡慕的 今天是要诉诉苦是吧 今天过来就是想请各位老师 好好地帮我开导一下我老婆 让他平时不要总是那么挤兑我 都给我点鼓励嘛 要我干什么他就说什么不行 那一个男人干嘛不行 干什么事都成不了 行开导开导 你都干过些什么他觉得不行 比如我一开始是开出租车的 开了一年以后他就老是在家里面说 哎呀你开车挣不了钱呀 什么什么的 我就不太想开了 你几点出几点回 有的时候差不多十点多十一点出门吧 早上十点十一点出门 几点收车呢 下午的三四点 那我是得说你啊 您是干出租的吗 那也是天天在家里面骂我呀 说我挣不了钱 导致我就没有心情开车了嘛 你这是借口我干了 你这确实借口 他分明就是懒 他那个十二点钟都还在家 下午三四点他就回来对吧 他开什么车呀 不是您是怎么说他的 我就说他懒啊 他不上进啊 一天就在待在家里呀 他就说我打压他呀 这个我也得说说你 管他怎么打压 咱们至少每天工作八小时吧 你连八小时都没有 你是怎么干呢 一个人就是当时的生意的确不太好 生意不好不是才要跑吗 生意好谁跑啊 那就因为生意不太好 没有剩多少钱回去嘛 他就念 他就吵 他一吵你就没有信心开车了 他就不想出去了 就是这样的 好好好 这事就算你委屈 还打压过您什么 哎呦多得很 比如我做饭嘛 不管你做啥 他都说这个饭不好吃 要么就咸呢 要么就淡呢 那我说我做的不好吃 你就做一次呗 他倒好 他给我煮一个水饺 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水饺 他就是故意不想做给我吃 他就颜和糖都分不清楚 本来就难吃 还非得说我说他 这个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一句啊 男人做的再难吃都得说好吃 也提醒所有的男性朋友一句啊 女人做的再难吃也得说好吃 要不然他真不做了 这是个软性的 这倒没啥 很多夫妻都这样嘛 珊娜老师做饭做的好吃吗 超好吃 是吧 你老公一直这么说的 你从来都没下过厨是吧 就先让人想象 哎呀我老婆做饭特别特别好吃 这够了 你姨子还知道 我又说中了是吧 行这个不算打压 你就干过一份出租车的工作 没有我做了很多的工作 还有啥 然后出租车没做了以后嘛 刚好有一个朋友 就他们公司里面招一个销售 卖汽车配件的 买配件 对就让我去做销售 我刚一开始到公司里面去 他就开始说了 你做这份工作是做不好的 然后比如我去买了几本销售方面的知识的书 我在家里面第一天我还看了书 第二天我书都找不到了 结果我一发现他倒好 把书给我拿去垫桌腿了 为啥呀 你说他是干了啥事嘛 他现在好好地找一份工作 我还挺开心的对吧 他倒好他在家 然后我让他去学习那些 要卖汽车配件的销售 你肯定要知道那些专业知识 那些配件的名称之类的 他倒好是在家学习 他去买了一些什么销售十大金刚 怎么销售自己No.1 那个我看着就生气 专业的知识他不看 他非得看那个 不是他看那个也得看嘛 都学嘛 关键是学 他也没有学进去呀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 不是知道我老公是做那个汽车配件销售的吗 就让他给他发一个刹车片 他倒好他给人家发一个什么离合片 那个刹车片和离合片本来就 是两码事对不对 那是 然后所以说我就说他 要学习他的专业那个汽车的东西 不要去看那个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就给他垫在桌子底下 哦那就接着学呗 那天天这样嘛 我就搞得这个销售也没什么信息做了 你是不是把刹车片挫发成了离合了 那是不能怪我 他朋友自己没说清楚 但是他自己理解不了 人家跟他说了之后 你的知识都不够 他就以为是那个东西 这事又不做了 啊这事不做 还有另一个原因嘛 就是当时因为业绩不是特别好嘛 公司就组织我们出去做了一次团建 然后在团建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发现团建这个事情特别好玩 然后本身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玩 我就觉得既能好玩也能挣钱 我肯定是能把它做好的 我就回家跟他商量了一下 自己做一个团建的公司吧 还没有跟他说后面的 我的一些想法 他就直接开始反对了 就给我一大盆冷水 本来就是嘛 那想一出试一出 你那个公司是做什么呀 团建有很多 团建就是带着这些 企业的一些员工出去放松 做一些游戏 做没做呀这公司 做了 赔没赔 没赔 挣钱了 运气好 当时是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做的 做了之后 他是不同意的 然后刚好我那两个朋友 就天天也给他打电话嘛 然后就希望他还是支持我一次 最后他就看在朋友的面子上 还是给钱了 然后我们就做了 给了多少钱 五万块钱 然后我们三个在一起做了 差不多有三年吧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一直在边上说我这样 说我那样 因为一开始 我们三个人活活的时候 就有分工嘛 我的分工就是设计游戏啊 带着大家一起去执行 另外两个小伙伴 他们就负责客户的管理 然后抓客员 他就说你做一个公司 你客员都不抓 你迟早完蛋 就一直这样说我说我 最后导致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 也产生了一点隔阂 最后我们就没做了这个事情 还是倒了吗 最后 挣钱了吗 没有亏钱 所以公司没有亏钱 不就得倒闭吗 对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 他就在边上说啊 他天天在你们公司唠叨你啊 主持人 你想嘛 一个男人在外面做事情 你回到家里面 你老婆就说你做不好 你不行 你做不好你不行 对啊 我要做好啊 做给他看啊 一开始我是这样的 做假了以后就不行了呀 那就是真不行嘛 你为什么老说他这个 不给他点鼓励啊 反正我就觉得他这儿不靠谱 这个又败了是吧 这个就没做了嘛 那又做啥啊 因为创过一次业嘛 结果还是想自己创业 不想出去工作 然后我就说我去做一个婚礼店 因为我搞团建游戏嘛 毕竟还是认识很多的师姨 我想我有师姨这块的资源 做一个婚礼店应该也不难 然后我就跟他商议了一下 这个事情一说 还是得到一样的效果 反正就是你不行 你觉得不行是吧 对啊 我就觉得他不靠谱 那后来开没开啊 开了 那是悄悄的 我背着他把钱拿去开的店 这次怎么样 也关了 为啥 有很多原因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始终有人在里边上说 你做不好 就是因为他念叨你的是吧 那你告诉我 他念叨的事情太多了 不是 那你告诉我 这个店为什么倒 可能就是我选纸的问题吧 这个选纸的时候 他没念叨你对吧 因为我选的是步行街嘛 然后周边全是大店 都是连锁店 然后我刚好 我住的那个门店 它是两层楼的 但是他进门的门店 是特别小的 就导致婚人觉得 我们这个店特别小 他都不愿意进来看 你选店的时候 他念叨过你吗 他不知道 那是你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 那也是我的问题 那你倒了 怎么又怪人家了呢 其实也不说没有业务 有业务 每个人维持走 只是不特别挣钱 但是他一直在里面上 念说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就导致我不想做 我就想做一个 他不练到的 行 这个导了之后 这次消停了吧 在家里面不就没事了吗 没事了我就寻思 所以现在叫自由职业了 工作 工作不让做 然后创业他也说你 那我就在家里面 我就不出去了呗 我就在家里面 给小孩看看作业什么的 给小孩看作业也不行 他说我的教育方式不行 这是为啥 你听我跟你说 那个老师不知道作业 数学题一加一等于几 他就在边上 给我儿子给我女儿说 这道题等于二 这道题等于三 这道题等于四 他也不跟他讲那个过程 那个一和二 他是怎么来的 他也不说 那我是比较生气的 那我不是想让他们 在做作业的时候 开心一点吗 他倒开心了 那基础以后怎么学 一加一一加二等于几 那个原理 他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会在课堂上 告诉他的呀 他其实就是在这些方面 他就看不上我 觉得我没有文化 所以他就这样打击我 他总是这样觉得 我打压他打压他 我打压他 我这么多年 也支持着他 对不对 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呀 我在家里面 现在一下而辅导 作业也不让了 又成午夜了 我就想寻思一下 不是库房里面的婚礼道具吗 然后我就想把库房里面的 道具全部盘出去 盘出去以后 我还是继续做我的老本行 还是做团建 就是客源的问题嘛 那你找一团建公司干去呗 为什么不要自己干呢 因为手上还是有了吗 一些老客户 不是特别多 那不是更好吗 我去公司里面 人家公司里面上班 老客户都知道了 我在人家那里上班了呀 然后就 以后我自己再开公司的话 就很费心了呀 哦 他是这么想 我又把客源带走了 你是肯定不同意的吧 是的呀 他想把那个婚礼店 盘出去盘出去的一些钱 再来去又开一个公司 我说你真的是 头脑一发热 什么都不想 然后家里边本来也没有钱了 然后也没积蓄了 我就是要求他必须把那个盘 这些钱必须给我拿回来 儿子女儿又是两个 要上学也要有费用是吧 您当时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他做什么工作呀 就开出租车 当时就是一个低歌是吧 是的 哦 那看上一个低歌是为什么呢 肯定有他优秀的地方 这个男人一定有 他招你喜欢的地方啊 本来就他是朋友介绍的嘛 他的为人还是很好 然后特别勤快 人品比较好的 但是我觉得找一个 还有就是年轻的时候 长得比较帅嘛 后面就生活当中就发现 那我就问问他人品变了吗 人还是挺好的 哦 是个好人 这不是您看上他的优秀品质吗 这不是挺好的吗 是的 就是人挺好 就是太折腾了 我真的受不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 挣钱能力差点是吧 可以这样说 在你心里觉得他有点不踏实 对吧 是的 所以你说他的时候 你是想让他好 还是想让他坏呢 肯定想让他好 想让他找一份踏实的工作 这就听明白了 你抱怨啥 其实我以前也工作过 他还是说你做不好 那我自己创业 他也说你做不好 我其实想的 不管是我做啥 我再问你 你至少给我一点知识吧 行 我再问你 谈恋爱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这么否定你 刚开始 结婚以后 就开出租车 然后不挣钱了 那你确实啊 你这么多年实践证明下来 你没有一件事 你身扎下去了呀 有点不踏实 有没有觉得自己 我觉得这个没有身扎下去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在里面吹风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没娶这个女人的话 现在你已经不得了了 是吧 没娶这个女人的话 我就没有现在的儿子女人了 哦 所以他也是有好的地方 对吧 那肯定还是有的 那今天来的目的 是让老师们说说他 是吧 不要再打压你了 就是希望老师帮我开导一下他 让他对我温柔一点 给我点支持 就这么简单 人家对你不是挺温柔的吗 我看在舞台上 一直你一个人在 那是因为你们在 那他平常在家里是怎么着 你不行 你做不好 你说过这话吗 很少 很少 你看人家说很少 我们信谁的 他的人比较强势 他强势啊 大男子主义也不是强势 他大男子主义啊 是的 快 你们俩说的 怎么是两个人啊 我现在有点晕乎啊 反正你描述那个 在我印象里面 基本是个汉妇 你知道吧 但是我听你老婆说 这你又是 你们俩谁说的是真的 你先给他 反正我说的 特别生气的时候 那肯定男人 都有一点脾气了 你今天是 因为在这个现场 不好发作呢 还是现实生活里就这样 就这样 这么多年呢 他做啥 你看我说了之后也没用 但我就想让老师 给我看一看他们 看啥 这生活到底怎么过 您是经常在家里面 抱怨他不行吗 也抱怨啊 是经常吗 是 第二个问题 您是觉得这个男人 做的所有事情 都不靠谱吗 从生活到工作 生活还可以 就工作真的不靠谱 他的不靠谱是 他不踏实 不勤奋 还是说这个人笨 能力不够 能够勤奋 就不挣钱 结果不好 如果结果好了 就没问题 对吗 也就是说 他是踏实的对吧 他是勤奋的对吧 是的 那他又踏实又勤奋 不挣钱是为什么呢 想过吗 也许有 好 再有一个问题 你后悔嫁给他吗 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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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有儿子女儿 不后悔是吧 如果这个男人 可以有一个奇迹的话 一夜之间他能转变 你想让他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 每个月人 固定拿钱回来 然后 拿多少钱 六千 要求不高啊兄弟 送个外卖 没问题吧 跑个快递 没问题吧 开个车六千块钱 没问题啊 一天一天开 十二到十四个小时 一个月六千 就跟玩似的呀 对啊 所以他就是想让我拿六千 就让我去上班呀 上啊 但是我想的是我想创业呀 我就把我自己现在以前做好的事情 把他继续做下去啊 得嘞 那现在听明白了 所以你别说老婆否定你 老婆其实就说 我们就踏踏实实 本本本纷纷地过日子 对吧 是 踏踏实实过日子 我对你没有高的要求 不要太折腾了 别折腾我就行 男生说不行 人生在于折腾 你给我一个你成功的标志 每个月不止了六千回去啊 拿多少 在我们那个小城市的话 六万块钱 差不多了 一个月六万 也不算多吧 那你知道你一个月六万的净收入 你得多少钱吗 一年也才七十二万呀 行吧 我要问的就这么多 看你们的了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今天多大岁是我看呀 三十四岁 哎 同岁 关键是在于 咱们在这个年龄阶段呀 我觉得要到一个 什么样的人生状态呢 就是最起码是要对自己 能正式 能认清 敢于面对 你觉得我现在说这话 是在打压你吗 是 人点头了 是在打压你是吧 你看 那我应该说的是 你就是运气不好 其实你是一块金子 你觉得我说 好 你是一块金子 你觉得你现在走出这个录影棚 就能挣六万块钱吗 我每天都说 我每天都告诉你 你就是一块金子 你就是运气不好 没关系 加油 你就能挣够六万块钱吗 咱们到了这个年龄阶段 最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能干什么 对吧 能干多少活 能挣多少钱 咱就过什么样的日子 如果你一直抱着 不切实际的想法的话 你别怪别人打压你 而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在意 他打压你呢 是因为你自卑 你会觉得他看不上我 瞧不起我 觉得我好像不够男人 撑不起来这个家 所以我必须要证明我能行 如果不能平等地对视的话 那你就是生活上的矮子 所以我希望今天你能够先正视自己 你到底能干什么 你到底能干什么 把目标期望值降低 不要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别人身上 你实现你那六万块钱的梦想不是靠别人用嘴说你就能实现的 是需要你踏踏实实努力地去正 脚踏实地地去干 所以咱们先知道自己是谁 自己能干什么 这个很重要 好吗 谢谢 说说你为啥就不是金子啊 创业了好几次了 修理场 分不清价 埋怨朋友没要对 开什么婚庆殿 选职选错了 开这个什么拓展的店 遇人不输合伙人 另起造把你甩了 你还是金子吗 你既不会判断人 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合伙人 你也不钻研业务 业务上拿不出手 你无非是一个知道老婆没底线 灌着你纵容你的小男人 你有这样的底气 一再创业一再失败 还要去做 你其实真的有点欺负他 你知道他愿意无底线地帮助你 虽然碎碎念埋怨你 但是一直在支撑 难道不是吗 你怎么好意思在舞台上说 就是他念我念的 什么都做不好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做不好是你能力不够 不是说你一定将来不能练成金 但你现在这能力和水平就不足以成金 为什么不能面对呢 去打工啊 看看人家其他的这种婚礼店 婚庆店是怎么运营的 怎么选合伙人的 怎么开拓业务的 怎么掌握知识的 你不学习凭空想 就因为家里有一个傻媳妇 供着你养着你 你就去浪费家里的钱 浪费他对你的信任 浪费自己的青春吗 你还指着挣六万 不是不能挣六万 你得有那个本事啊 你得磨练成 具有挣六万块钱的 那个金字的本事啊 所以不要在这儿唠唠叨叨说 就是他念我念我 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 这才是你要走的路啊 学会感恩 学会知足 脚踏实际去生活 你才能过得幸福 否则你是既丢了事业 再这样下去也丢了老婆 女生我觉得你对她 有特别大的认知上的误差 你说她为人好 她为人好吗 她为人好会一再地 掏空家里的钱 不顾你的感受 不顾孩子的生活状况吗 我觉得她为人不好 她应该先学去怎么为人 才能够有稳定的合伙人 才能有知心的朋友 才能把老婆孩子照顾好 顾及你们的感受 第二个误区 她真的不是一个大男人 她只是觉得你 刀子嘴豆腐亲 熟了会醉醉念以外 没有任何底线 无限纵容她 所以她是个小男人嘛 你认清了这一点 你就可以去做判断了 她就是这么一个男生 没什么大本领 但也不是个坏人 这毛病那毛病都有 你就可以停止抱怨 一个强的女人 优秀男人 是温柔而坚定的 你坚定地认为 她不具备创业的能力 一分钱不给她 无论她怎么说怎么做 都不给 这才是你的本事 这才是好好过日子的本事 而不是一边念着她 埋怨她 一边还把钱给她了 停止抱怨好吗 希望你能够快乐起来 当然我还是要祝福你的 因为确实一个人 撑起了这个家 这些年钱都是你赚的 孩子都是你在照顾 很不容易 但还是要真的坦诚地 面对生活 面对她 谢谢 走路走着走着 摔了一跤 然后说 哎呀 都是周围的人看我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 你刚刚说那个六万块钱 一听就知道是妄想 问题就在于 其实你上来之后 一说到那个出租车这个事情 我们心里面都明白 你的问题就两个字 很简单 就吃苦嘛 为什么你不能吃苦嘛 不管是你以前的 原生家庭还是他 因为他们大包大蓝嘛 他们就嘴上说说嘛 没真的让你吃过苦啊 真的让你吃过苦 你也能开三个小时出租车嘛 我这次来天津 然后打一滴滴 然后那个第一次机 说那个天津这边的豪华车 都是跟公司租的车 一个月光分子钱一万八 他一天得开七百块钱 才能回本 就你随便琢磨 随便算就知道了 你就被宠坏了嘛 所以你创业创不成功很正常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家里有一对龙凤胎 上着小学 上着幼儿园 你最重要的不就是给家里带来现金流吗 什么六万嘛 别给我扯了 三千都不一定能挣得回来 真的你要稳定的话 你对太大很简单 平时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关键节点上你注意了 第一个 他要往外拿钱要创业 你要给他阻力 关键节点 钱要守得住 第二个 他真的做了一件事情 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你要推他一把 要给他一个推力 所以就是一个阻力和一个推力 要学会怎么说话 就这样 你的丈夫因为在你这儿得不到认可 于是想拼命地做一些事情得到认可 他偏偏忘记了一件最基础的事情 就是踏实能得到你的认可 于是他总是去创业 总是希望去做一些大的事情 忽然一下可以把身上日积月累的所有的否定 一下子推翻 这一些否定平时太多了 在那一些创业的时候 他的那一个拓展的那个事情 我不觉得全部都是那么糟的 他其实是在那个公司里头发挥了他自己的一些特色 他就是在那个公司里做项目嘛 可是你嫌弃他没有懒客户嘛 你总在后头有不停地对他提了各种要求 但假如你不提这些要求他们三个人各司其职 快快乐乐地合作着 现在也许这一份工作还是在扎实地做着 并不是这一个公司是真的倒闭了还是怎么了 他只是没有从这个公司里头赚到钱 但不代表这个公司最后没赚钱 你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太早地给他下了一个定论 还包括你做的有一件事我也不赞同 比如说他拿回来的那些书他看了一眼 你一看书名不好你就给他垫了桌子脚 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看一本书 会从这本书里得到什么 只要他尝到了一丁点 我能在书里有甜头吃 他就会养成阅读的习惯 会自己主动在书里找答案 那么这一个人就会慢慢地会找到了一些方向 他哪怕就只是看了一些话术呢 他哪怕就只学到了一些推销的技巧呢 但谁说这一些不能够帮助他成为另一个方向的人才呢 万一他可以做推销 万一他可以搞好销售 虽然对于气配这一块他是真的不懂 但是他可以接待客户呢 等等等等 可是你直接粗暴地毒死 把他决定要看书这件事的热情都一股脑地交没了 所以现在他变成这个样子 跟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我觉得您只需要管住一件事 管住他不从家里往外拿钱就行 因为这个丈夫没有那么差 他也还管孩子 虽然管的方法有时候有一点荒唐 但是也挺快乐的 虽然这个丈夫看似从家里头拿走了不少钱 但是事实上呢 他没有乱来 他只是自己沿着自己就是摸石头过河 想一出试一出地乱尝试 但谁说他不能在这一些尝试中 慢慢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呢 可是当有人总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 逼他立刻就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他会自己忘记主动思考 我替您说完话了 谢谢老师 但是您身上也有很多问题 因为就算是金子吧 你也得用对地方 你让金子去跟去去 比如说切割玻璃 它做得到吗 那玩意儿事儿得交给钻石啊 你的硬度不够啊 所以就算是你一个是一块金子 也不是放在任何的创业环境里头 你都会闪闪发光 和都适合哪个行业 事实上我认为你都不适合创业 包括你妻子的需求 也不是你成为某某长 他要的就是一个什么呢 叫安全感 安全感是什么 是我不需要进行风险投资 我还能有现金流度日 它是最朴实的一个棋子的要求 只要你能满足这一点 你其实就是最棒的丈夫了 你会听到他的夸奖的 哪怕你去找一份工作 不起眼的工作 你都会听不到他的抱怨 尤其是对你工作上的指责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都不会对那一份工作有敌意了呀 这一份工作是你拿钱回家的 而不是从家拿钱去养工作的 所以打一份工 扎扎实实的生活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需要封住妻子的嘴巴 妻子适度的调整一下 而您把创业这个想法干脆先拿掉 咱扎扎实实的做一个打工者 作为整个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其实不坏 而你过去的那一些工作经历 创业经历 反而可以使你在这几个行业里头 都可以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 直接拿薪水 直接有五险一斤不香吗 调整一下就好 如果说今天你妻子说 我要求我老公一个月挣六万块钱 但凡他说这句话 我觉得他看不起你 他是不尊重生活 不尊重老公 一个妻子在今天的中国说 老公我就要求你踏踏实实 一个月挣六千块钱拿回家 我们就会幸福地生活了 然后这个老公说他看不起我 他哪看不起你 你告诉我 三十四岁要别人给你鼓励 凭什么开出租你一天 开三个小时你干了什么了 你鼓励过他吗 你可怜过他吗 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长处 老想做老板 老板那么好做 看陆琪还剩几根头发了 天天染头发 白的都不行了 创业创了二十年 又咋地 最后发现 钱没挣着 但是在创业的过程里面 写书成了一个 朱志明的作家了 没挣啥钱呀 那买卖那么好做的 做普通人不好嘛 老婆那个说 做菜那些事 生活那些事 确实是 其他我觉得没啥了 挺好一个家庭 原本应该让人羡慕的 娶了个老婆还当你妈 那么善良 说破天 听米拉老师 陆琪老师的话 把钱揣着 一分钱都别让人再祸祸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老婆 其实本来这次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是想让老师们开导一下你 给我鼓励 但是刚才的几位老师 特别是米拉老师 最后说的一个字 真的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就是安全感 在以前我一直认为安全感 其实就是能够挣多少钱回家 或是把家务做好 或是你回家的时候 有一碗肉饭 这就是我可以给你的安全感 但是我听见老师 给我做了这些疏导以后 我就发现 可能我一直都是错的 这样你看到可能安全感 不仅仅是这些 我也希望可以在后面的时间 我去尽快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我就希望你们改一改 糟糕啊 安稳地工作 不求大福大福 也不要身体健康就好了 回去吧 谢谢两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同性视频 爱情搜狗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你们预测一下结果都出来 对不对 您都出来 都出来对吧 我希望 对 我跟你希望是一样的 我希望他们要出来 想鼓要用重锤 你就得让他看一下 对 让我是有离开你的可能性的 反正在这个教育方式上 我们是两派 一派是赞扬派 我还是 对我希望出来 因为只有 要给充分的认可和鼓励 我相信你做得到 所以我才会出来 如果我转身走 说明我在这个时候 又在否定你了 来请开门 来请开门 快去啊 来来来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请亮灯啊 开心回家 好好生活 踏实点 谢谢两位 请回 好了 希望从今天开始 先生可以踏实度日 好好地生活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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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